广志和小新拿着美牙给的钱玩夹肉娃娃机 结果被商家给套路了 这天美牙让广志带着小新去商场买牛肉回来做受洗烧 然而就在买肉之前 角落的一台夹牛肉的娃娃机成功引起了广志的注意 这时 娃娃机的老板走过来告诉广志 里面放的可是号称金字塔最顶端的松满牛肉 如果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的话 100克就要4000日元 而且这样的牛肉搭配上受洗烧是最好的选择 见父子俩成功上钩 娃娃机的老板再次说道 于是忍受不住诱惑的广志当即投了500日元决定试一下 结果第一次尝试广志就以失败告终 小心 我们放弃吧 太难了 是梦了 这是在做梦了 普通上班族居然笑想吃这种高级的肉 不会吧 是的 小弟弟 这是普通上班族的最大极限了 被别人说感觉好受伤啊 随后老板为了安抚广志幼小的心灵 准备亲自传授广志夹东西的秘诀 在得到广志的200日元之后 老板便开始了他行云流水的操作 果然没意会的功夫 老板就成功地将娃娃机里的玩具给夹了出来 于是在看到老板的操作后 广志再次燃起了斗志 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 小心 我们放弃吧 人懂得放弃也是很重要的 再四次 不对 再三次应该就能夹得到 就算你这么说 我也没把握 再夹三次 也就是1500元 就能夹到价值2万元的肉 于是在老板的再三诱惑下 广志听从了老板的意见 准备再夹三次看看 结果前两次在老板的指挥中 广志都是以失败告终 于是广志决定最后一次 不听老板的指挥看看 然而就在广志以为 这次可以成功夹出来的时候 却发生了意外 肉还在娃娃机里面 只有放着肉的篮子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们放弃吧 小心 不要再留恋了 人家还想吃2万元的肉 美娅给我买肉的钱 预算是5000元 这合适2万元 好吧 知道了 你不用担心 老板一定会负责夹出来 给你吃的 于是经过广志的一次 又一次失败之后 美娅给的5000日元 就剩下了最后一次机会 就在广志锁定目标 准备夹的时候 小心的玩具 突然掉在了机器的按键上 最后看到没夹中的父子俩 当场呆愣原地 结果要拿出 我自己的零用钱来买肉 打起精神来吧 爸爸已经尽力了 我知道很满足 明镜才是没钱吃午饭了 谢谢大家